古人都说读万卷书还须行万里路 唐代诗人李白对后半句那是情有独钟 年纪轻轻就离开了偏僻的蜀州 踏上了寻找新生活的道路 不久李白就到了繁华之都扬州 扬州是有钱人的豆腐厂 而李白又恰好是妖产万贯 有三十万两白银 简直就是天作之和啊 于是扬州就成了李白挥洒金钱的舞台 不管亲朋旧友来访 他必当美酒佳肴盛情款待 但凡有落魄文人求助 他定会慷慨解囊奉上金银 不到一年的时间 李白的三十万两盘缠就挥霍一空 摇钱树一倒 大家也就纷纷做鸟兽散了 一时间门庭冷落了下来 偏偏就在这时 李白还感染了风寒 卧病在床而又举目无亲 李白突然想起 以前总是喝了母亲煎的药 病就会好了 在这孤独的扬州 浓浓的乡愁便涌上心头 这天夜里连星星都睡着了 好不容易躺下休息的李白 却突然从病痛中惊醒 在一片漆黑之中 他突然有感而发 写下了那首家喻户晓的《静夜思》 诗提名为《静夜思》 只在静静的夜晚思念故乡 深夜里万籁俱寂 只听到自己 咳咳咳咳咳的咳嗽声 李白下床准备喝水 却突然发现了床前明月光 一是地上霜 床前洒落着一地银白色的清灰 李白乍眼一看 怀疑是地上凝结了厚厚的霜 不禁伸手想在这绝美的霜华上写个诗句 可怎料这霜竟留不下自己 再抬头仔细一看 这浓霜分明是从窗外照进来的月光啊 自己真是病糊涂了 举头望明月 举在这里是抬的意思 原来这个孤独的夜里 还有月光在默默地守护着自己 李白抬头深情地凝望着 那皎洁如水的月轮 望着望着 却仿佛望见了母亲模糊的容颜 于是便低头思故乡了 李白含泪低头思索着 月光此刻岂止照在自己身上 也同样照着故乡那些层层叠叠的群衫 照着那个久违的院落 更照着那个此刻同样在凝望明月 清换着孩儿辱名的母亲啊 自从二十五岁离家远游 李白就一直漂泊在外 每每想起家乡 她都要语出惊人 想家想得太难过 她就要泪雨下孤舟 在客船上泪水喷涌得如倾盆大雨 想家想得太急切 她就要心飞故国楼 身体不能归去 也得让心飘飞回故乡的城楼 真是雨不惊人 死不休啊 但是这首静夜思 却一反常态的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多么朴素无华的动作 却又那么的直指人心 今夜一定还有游子 在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吧 床前明月光 一世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